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学费非常低廉 这对留学生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不过 别高兴得太早 法国的公立大学可是以期严格的学术要求和高淘态率著称的 你可能会发现 期末考试时 图书馆里挤满了熬夜复习的学生 咖啡机前排起了长队 大家都在为那生死一线的考试做最后的冲刺 而精英学校则是法国教育的另一颗明珠 这些学校通常有着极高的入学门槛 学生需要通过一系列严苛的考试和面试才能入学 进入这些学校的学生 未来往往会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你可能会在课堂上遇到未来的总统 CEO或者诺贝尔蒋得主 想象一下和未来的法国总统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学 是不是很酷 法国的课程设置也非常独特 比如 法国的商学院课程不仅注重理论知识 还非常强调实践经验 学生们经常需要参与各种商业模拟 实习和项目管理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位学生在法国的一家顶级商学院学习 他的期末项目竟然是为一家真实的初创公司制定商业计划 结果 他的计划被公司采纳 甚至还获得了一笔不小的奖金 看来 学以致用在法国真不是一句空话 再说说法国的教学模式 法国的教授们通常非常严谨 但也不乏幽默感 他们喜欢在课堂上抛出各种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 有一次 我听说一位教授在讲解哲学课时 突然问学生 如果你是康德 你会怎么评价今天的法国教育 这可把学生们拦住了 但也激发了他们的思考和讨论 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然 法国的留学生活 也少不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法国人热爱生活 艺术 音乐 戏剧 体育活动 应有尽有 你可以在卢浮宫里流连忘返 也可以在塞纳河畔悠闲的散步 或者在湘西利舍大街上购物狂欢 法国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文化和历史的气息 让人流连忘返 总的来说 法国留学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 你不仅会收获丰富的知识和技能 还会体验到 法国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希望每一位选择法国留学的学子 都能在这片浪漫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Barn Voyage 祝你旅途愉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生活 必知的日常小贴士 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法国生活中的一些必知小贴士 法国 这个浪漫与艺术的国度 不仅有埃菲尔铁塔和湘西利舍大街 还有许多有趣的日常细节 值得我们了解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秘密吧 一问候李 亲吻还是握手 在法国 问候是一门艺术 你可能听说过 法国人见面时会亲吻脸颊 这叫做La Baez 但你知道吗 不同地区的亲吻次数是不同的 在巴黎 通常是两次 而在南部的一些地方 可能会多达四次 所以 记得观察对方的动作 别急着把脸凑过去 不然可能会有点尴尬哦 二餐桌礼仪 面包的正确使用方法 法国人对面包的热爱 是众所着知的 但你知道 在餐桌上 面包是用来擦盘子的 而不是用来加菜的吗 当你吃完一道菜后 可以用面包 把盘子上的酱汁擦干净 这样既不浪费美味 又显得很有礼貌 记住 面包是放在桌布上的 而不是盘子里 三咖啡文化 小杯大智慧 法国的咖啡文化 也是一大特色 你可能会发现 法国的咖啡杯都很小 特别是 Espresso 这是因为 法国人喜欢浓缩的咖啡体验 而不是大杯的美式咖啡 所以 当你在法国的咖啡馆点咖啡时 不要惊讶于那小小的杯子 它可是充满了浓郁的咖啡香气呢 四购物时间 周日的静悄悄 在法国 周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大多数商店和超市都会关门 只有一些餐馆和咖啡馆还在营业 所以 如果你有购物计划 最好在周六完成 周日是法国人用来休息和家庭团聚的时间 街道上会显得格外安静 无语言小贴士 礼貌用语 法国人非常注重礼貌 尤其是在语言上 无论你是在商店 餐馆还是公共场所 记得使用 Bonjour 你好 和Mercy 谢谢 即使你法语不太好 这些简单的礼貌用语 也能让你赢得法国人的好感 六交通规则 圆环优先 法国的交通规则中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规定 那就是在环形交叉路口 Roundabout 记录环岛的车辆 要让已经在环岛内的车辆先行 这和许多国家的规则正好相反 所以开车时一定要注意 不然可能会闹出笑话哦 七市场购物 讨价还价的艺术 在法国的露天市场 March 讨价还价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虽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激烈 但适度的讨价还价是被接受的 记得带上你的微笑和礼貌用语 这样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八文化活动 博物馆免费日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法国的许多博物馆都会免费开放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你可以免费参观卢浮宫 奥赛博物馆等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 所以 记得把这个日子标记在你的日历上 享受一场文化盛宴吧 希望这些小贴士 能帮助你更好地融入法国的生活 法国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惊喜的国家 只要你用心去体验 一定会发现更多有趣的故事和美好的回忆 Bone Voyage 祝你旅途愉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留学就业 如何在法国找到理想工作 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法国留学就业的那些事 法国 这个浪漫与艺术的国度 不仅有美味的法师长棍 和香醇的红酒 还有丰富的就业机会 等着你们去发掘 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法国找到理想的工作 首先 法国的就业市场和其他国家一样 竞争激烈 但也充满机会 你们可能会问 教授 法国的就业市场到底有多复杂 嗯 让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解释 有一位名叫Pierre的法国小伙子 他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工作 每天 他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顾客 有时还要应对那些 对咖啡温度有着极高要求的挑剔客人 一天 他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小李 小李刚刚完成了他的市场营销硕士学位 正在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 Pierre看着小李 笑着说 你知道吗 在法国找到工作 就像泡一杯完美的咖啡 需要耐心 技巧和一点点运气 首先 语言是关键 虽然很多法国公司都在国际化 但掌握法语绝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小李意识到这一点 开始每天花时间学习法语 甚至在咖啡馆里和Pierre练习对话 他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 不仅在面试中表现出色 还赢得了面试官的好感 其次 网络和人脉非常重要 法国人非常重视关系网 很多工作机会都是通过朋友 同事或者校友推荐的 小李参加了各种校友会和行业会议 结识了许多业内人士 他还在Linclin上积极与潜在雇主互动 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热情 再者 实习和兼职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的企业非常看重实际工作经验 小李在学习期间 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 积极寻找实习机会 他在一家知名的市场营销公司实习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并且在实习结束后 得到了公司的正式工作邀请 最后 文化适应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法国的职场文化和中国有很大不同 理解并适应这些差异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团队 小李在工作中 尊重同事的工作方式 积极参与团队活动 逐渐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如果你们想在法国找到理想的工作 记住PR的建议 学习语言 建立人脉 积累经验 适应文化 就像泡一杯完美的咖啡 需要耐心和技巧 但最终 你会品尝到成功的甜美滋味 祝你们在法国的求职之路顺利 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工作 Bomb Courage 加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 探讨了法国留学的独特课程 与教学模式 法国生活的日常小贴士 以及如何在法国 找到理想的工作 总结一下 法国留学 确实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 从公立大学的严格学术要求 到精英学校的高门建 从课堂上的严谨教学 到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法国的教育体系和生活方式 都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体验 与此同时 了解法国的日常生活小贴士 和就业市场的潜规则 更能帮助你在这片浪漫的土地上 如鱼得水 深入分析来看 法国的教育和生活 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 更是文化的熏陶 和个人能力的全面提升 法国的课程设置 强调实践与理论并重 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思考和讨论 这些都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和问题解决能力 而在生活方面 理解和适应法国的社交礼仪 参注文化和职场规则 能帮助你更快地融入法国社会 享受更丰富的留学生活 在就业方面 掌握法语 建立人脉 积累实习经验 以及适应法国的职场文化 是成功的关键 就像泡一杯完美的咖啡 需要耐心和技巧 但最终你会品尝到成功的甜美滋味 希望大家在法国的留学生活中 不仅能学有所成 还能体验到法国的独特魅力 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Barn Voyage ET Barn Courage 祝你旅途愉快 加油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和讨论 让我们一起交流和成长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 knowledge is power, truth to behold politics, science, sports and art every story plays its part global voices, voices near every headline loud and clear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scores,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 learn about the world yeah, it's my stuff headlines and headlines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need the latest, got to know never stopping, always go scrolling, swiping, reading on daylight breaks in the daw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